把車開清自助洗車場 開始省錢兼運動 直接投避暗水 幫愛車洗澎澎嗎 錯 錯 錯 這時候馬上沖水 小心煞車盤急速冷卻 可能脆化甚至變形受損 散熱完再洗 因為第一步得先刷最髒的輪圈 還有輪胎 接下來才開始給愛車沖澡 記得得由上往下沖 把沙石從上面把它往下沖洗 讓沙石停留在車身 是撿到最低 這樣在刷洗的時候 才不會產生惡外的化痕 一桶清水 一桶中性洗車劑 準備洗淨髒污了 水桶也有細節 放個隔絕墊 讓洗下來的細沙跟髒污 往底下沉 還在用海綿洗車嗎 千萬別這麼做 細痕通常都是這麼造成的 達人的秘密武器 是天然羊毛手套 它容易硬化 所以它久的話 它造成的化痕會嚴重許多 然後我們現在用的羊毛手套 因為它第一個孔氣大 過了軟 如果我們在清洗的時候 沙石上面就會容易清洗掉 細心洗淨愛車的每寸肌膚 再次沖水洗淨 達人說得趕緊擦乾水渍 車沖乾淨了 但是水滴上的礦物質 還是可能腐蝕車漆的 這時候要擦乾 用什麼擦很重要 你可能不知道 不少方街的洗車廠 還在用旅館回收來的大毛巾 萬一硬化變質 這擦一下就刮好幾橫 用雞皮布的話 我們就用按壓方式把水洗乾 所以不要有拖拉的這種情況來講 就會減少它的化合 多數的高級車車主 還會花錢濕做漆面鍍膜 加強車漆的硬度還有抗掛力 也讓灰塵跟酸雨快速流掉 但車洗得太勤 車漆也怕磨損 一週到10天洗一次差不多 下雨之後更重要 要避免酸雨侵蝕漆面 不能馬上洗也最好先沖掉 用愛心對待 車子才能夠永保閃亮亮 記者蔡小剛李孟章台中報導